你 承宁 陪你把肠 你给总吃面去 对不起 都过去的事了 人嘛 都往前看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都是入无其事 你知道的 我也没有办法去面对 你继续对我的好 我很谢谢你现在来安慰我 但是对于这件事 你和宁萌是受害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 该祈求你的原谅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该怎么弥补 我现在特别地愧疚 我现在特别地愧疚 有点不知所措 所以哲宁 我们两个先不要见面了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想一想 我 为你 我理解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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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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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醒了 妈 你别动了 别动 躺下 躺下 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医院啊 还能怎么回事啊 不睡觉 不吃饭 她能不在医院里吗 你自己有低血糖 你不知道啊 怎么能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 幸亏我去给你送几趟 我才发现你倒在路上 你说如果我不去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大事呢 你说你这孩子 妈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小琴 妈知道你心里难受 要不这样吧 咱们就打个电话让小生来一趟吧 没事 再说了 她最近工作也忙着呢 别让她分心 我没事 我好久没吃东西了 我饿了 这孩子 我总得急了 那鸡汤辣家里了 那有个香莲银耳汤 我先给你冲 你先喝点那个 来 有点烫啊 来 来喝一口 烫吗 烫吗 还吃什么别的吗 我想吃 游泡大虾 别胡闹了 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打着吊瓶呢 吃那么油腻的 能小话吗 我想吃 那你给我来个剑膜浆鱼 也好吃 我给你来点别的吧 等我一会儿 看着啊 人还有个铃 妈 谢谢 等我啊 我 爸 来找我一下 盛总 您找我 夏浅 你是不是来过 夏小姐没来过 这是我送给她的糖盒 一直挂在她的包上 如果她没有来过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沙发上 其实是夏小姐不让我告诉你的 你发烧的那天 夏小姐在这儿照顾了你一晚上 等你烧退了她才走的 盛总 其实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既然你们俩分开那么长时间 都不好受 你为什么就不能稍微主动那么一点呢 男人嘛 还有我今天听沐小妍说 夏小姐在公司忙着团购策划案的时候 在侃侃儿谈的门口昏倒了 然后呢 现在已经回家了 没事了